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安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 意见强调 要积极预防学生欺凌和暴力 严格学校日常安全管理 建立早期预警 适中处理及事后干预等机制 强化学校周边的综合治理 对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问题突出的地区和单位 通过通报 约谈 挂牌督办 一票否决等方式 进行宗制领导责任的督导和追究 意见指出 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中小学生 必须依法依规 采取适当的矫制措施与教育惩戒 对屡教不改 多次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 应该登记在案 并将其表现 进入到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 必要时可以转入专门的学校就读 对构成违法犯罪的学生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置 区别不同情况 则令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管教 必要时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或者给予相应的行政刑事处罚 特别是对犯罪性质和情节恶劣 手段残忍 后果严重的 必须坚决依法惩处 对校外成年人教唆 胁迫 诱骗 利用 在校中小学生违法犯罪行为 必须依法从众惩处 有效遏制学生欺凌和暴力等事件的发生 这些年校园的欺凌和暴力现象 越来越引发大家的关注了 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事情必须要管 之前我们相关的部门 比方说今年5月份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就搞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 这次九部门又联合搞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 陈老师你看完之后 你觉得有什么新的变化 或者是新的一些提法吗 我觉得是有的 首先就是说过去如果我们的学生 在校园他出现了这个欺凌和暴力事件 如果被学校发现以后 学校也只能是对他 比如说严重的警告 记过的处分 留校的查看 如果你要想把他送到公读学校 你还得要经过家长的同意 如果家长不同意你学校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所以学生他在毕业的时候 他的这个档案中 不会对他在校园曾经出现过的 欺凌和暴力事件有所记载 那我高一级的学校 也就对这个学生的过去是不了解的 那么这也助长了孩子 就是说我在这个校园中 我随意地欺凌和产生暴力 那么这次九部委 他对于这个校园的暴力和欺凌 他有明确的要求 如果你一旦出现了这种现象 我首先要记录在册 同时我要记录到你的综合素质评价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综合素质评价 将会影响这个孩子进入高一级的学校 甚至到他心仪的好的学校 那我想说这对学生或者家长 都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打个比方 以后就有案底了 你要对你以后之前的做法你要负责任 对 但是这个它也有存在着一个不足 不足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五月份出台的 还是最近出台的 他都没有在法律层面上 对这个校园欺凌呢 再给予一个明确的界定 那你没有这个明确的界定以后呢 我们的学校呢 你比如说我学校不同 可能我的操作就会 处理的方法就会有所不同 那我们很多学校就会抱着呢 哎呀我家丑不要外扬了 我稀释宁人 那么这个涉事的学生呢 他的这种欺凌和暴力的事件呢 就没有办法得到严惩 标准不明 对 操作性就可能比较差 所以说呢我们是觉得 应该要对这个校园欺凌 给予一个明确的界定 比如说什么样的行为 在什么场合下 你这样的这种行为 它就是一个欺凌 那么这样的校园欺凌呢 才能够为学校 比如说我怎么界定它 给予提供一个法律的依据和支撑 靳刚觉得这个新的九部门的 这个指导意见怎么样 我当然觉得呢 这是好像我也看了一下 之前就是2011年12年 还有我们今年的好像四五月份 都有谈及校园暴力 陆续出台过几分 是的 但唯独这一次 好像从九部门全方位的 自上而下的 要监护到未成年人成长过程当中 发生的这个暴力事件了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就是好像第一次 从国家部委的角度 高度的参与和关注到了 未成年人成长过程当中的 一些具体细节里面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事情 那么但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 虽然这里面的各种规定 非常的明确 而且非常的具体 好像所有跟这个 学生涉及到的部门 好像都牵扯到了 预防 适中 管理 事后的技术都谈论到了 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部分 是很困难的 一个部分是 这个暴力的根源来自哪里 没有提及 那么没有把这个暴力的根源 谈论出来 只是从外围进行管理 我觉得这个效果 可要大打折扣了 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整个的执行过程当中 没有很多明细的规则和标准 也使得这个条文 可能流于形式 你这一点你和陈老师 但是我讲一下 首先一个过去的有关这个70的治理的一些文件 多数是教育部门发的 那么教育部门它其实没有承主权 那么这些九部门 特别是有公安 有法院 有检察院 参与进来的话 它有承主部门 那么它的效力就相对而言 比较有威慑作用 这是一个 所以效果应该是会比过去好很多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它指导的 这个讲得比较具体的 比如说惩处的对象 比如说有些是 屡教不改的学生应该怎么办 还有一个是 已经涉及到犯罪的学生应该怎么办 还有一些就是手段 非常的常冷 恶劣 你们后果很严重的应该怎么办 还有一些这个校外的 一些承认的教授犯应该怎么处理 它讲的就比较这个详细 而且它还规定了很多 比较详细的这个 怎么预防 然后发生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过后应该怎么处理 它都有 比如说有的学校 这个比较严重的欺凌问题 那么它可以要 要设定一些港亭 在周边地区 有没有 还有学生不能带管制刀具 落实家长的监督责任 像这些 它就做得比较详细 刚才张博士讲的一个 我是不太同意的 就是说这个文件 它其实有讲到 这个暴力的原因是什么 它有讲到 只是说讲的不够具体 讲的不够具体 张博士的意思是说 这个暴力的原因恐怕就是很复杂 设计的面特别 但是它这里面有讲到 它有讲到 这里面可能是 有设计 是不是有的时候 说的有点点到为止 点来为止 它只是一个指导意见 另外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些年 涉及到校园的欺凌和暴力的事件特别的比较多 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我们也专门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梳理 特别是这里面也包括我们厦门也出现过类似的事件 来了解一下 校园欺凌近在厦门远到各地 年年整治 年年发生 屡禁不止 去年六月份 厦门行安马相一名初中女生 被一群同龄人围着山巴掌和辱骂 被逼下跪 还要连说17次对不起 七月份江西九江休水县 多名女生围殴一名同学 八月份又有广西南宁的中学生 欺凌事件 江苏女生校外的斗殴视频 相继爆出 今年四月份 广西桂林又有三名小学女生 围殴一名女生 其他同学则在一旁围观录像 六月份 厦门又有两起校园欺凌视频在网络上流传 一起是两名初中女生 因为琐事分别叫人来持谢斗殴 另外一起则是两名初中男生发生冲突 其中一名男生被参与打架的社会人员打伤 2015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针对十个省市的5864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 有32.5%的受访者表示 自己在校时会偶尔被欺负 另外有6.1%的受访者表示 在学校时经常被高年级的同学欺负 不管说是网上的流传视频 我们知道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 它是受到环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同时呢我们看到暴力的这个集中的群体啊 基本上在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阶段 七八岁到十五岁之间 那么这个阶段是我们的生理变化非常剧烈的时候 随着生理的变化 心理上也会起很大的矛盾和冲突 再加上在这个家庭里面积累到的 整个社会环境当中 渲染到的这些对他的成长不利的东西 在他的内部都无法得到整合性的处理的时候 所以他就外投出来 外化出来 外化到他恶化的人际关系里面去了 所以如果你只是不能理解到 孩子内在里面产生的这个冲突 只是从外部去打击他的话 很可能这个孩子就被这个打击 其实就废掉了 他里面没有整合好 你外部也没有给予他理解 而是从仅仅从惩治的角度去处理他的话 这个人可能不再会有暴力行为了 但是这个人的社会功能也就此废掉了 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把暴力消除 而是要把这些暴力的人最终转化成为 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 遵守社会功德 遵守法律的人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那我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这个九部委出来的这个意见 他能够把这些什么欺民 能够尽量控制最低限度 你说一个都没有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再好的国家和地区 他的这个治安那个方面 他还是有一些犯罪 微网犯罪的事情 这不可能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是网上我也看到 很多这种校园暴力欺凌的这个事件 但是我比较奇怪的是 好像更多的是女生 对 这个是有点出乎意料 没有 那么原因 什么视频都是女生 原因是可能就是说 这个肯定跟家长和我们老师有关的 这里面是不是有偶然性啊 就是正好传上去的可能都是女生 男生好像是没有传上去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应该问一下这个张博士啊 你是研究这个心理学的 是的 好像我们看到的很多欺凌的视频呢 或者是什么资料啊 都是女生 怎么回来 这个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说法啊 虽然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 好像窄取的都是些女孩子啊 但实际上心理学上认为不存在偶然 可能从大数据里边确实是女孩居多 那么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文化当中 其实在中国有这么一个冲突 就是现在一直在强调男女平等 我们在面上一直在强调这个 男孩女孩都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文化养育过程当中 在家庭对待男孩女孩方面 确实根深蒂固的那个文化传统还在 所以大家对女性的 对女孩对女性的重视 虽然面上提到了 但是从尊重上 从根子上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 所以这些女孩 她们自我身份认同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矛盾 非常的重复 我究竟是女孩还是男孩 对 那么我究竟要按照男孩的方式上 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 确实我们现在独生子女 比如说家庭中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只有一个女孩的时候 会不会我们的父母呢 也是希望这个女孩子 能够像男孩这样发展 对 另外还一个就是 女孩当男孩要 对 另外还一个就是我们会发现呢 在小学阶段 我们其实从这个脑发育就发现 女孩子一定是比男孩子 早两年成熟的 那么在这个成熟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已经明显地发现 现在有专家就在建议嘛 以后把男女还是要分开读书 另外呢 女孩子可以六岁读书 但是男孩子应该到七岁到八岁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已经产生了差异 女孩子无论是在学习上 在管理方面 她都是出类拔萃的 所以很多的班尾都是女生 那么这些女生 她在管理的过程中 确实这个男生跟她还是有差异 你是说这个女生 因为她比男生这个脑发育比较早 包括她的这个暴力的一些感觉 没有 还有让母亲一直觉得说 女的比较乖 也就比较不太管这个事情 男的比较凶猛 就平时可能管的就比较多一点 这也有这个原因 这个可能原因也很不大 这个张老师说的 我要加一句 就是女孩在这个青春节生理发育过程当中 她们面临的心理冲突 确实比男孩要大得多 她们自身这个生理的变化 引发了她们心里的恐慌和不舒适感 对这个身份的包括这个身体的变化 引来身体的变形啊等等的 对她们的这种压迫感 确实是比男孩要大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 目前场外有不少朋友发来的看法 一位说家庭环境和家教是关键所在 认为说家教 父母 家庭环境 这个是关键所在 这个不知道张博士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还一位说我很担心孩子在校园受到欺凌和暴力 另外一位说童年的阴影会毁掉整个人生 校园本该是保护孩子的城堡 怎能容许霸凌存在 必须严厉打击 连根铲除 另外一位说有法可疑 有法必疑 做好以上八个字就可以了 有法可疑 有法必疑 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 发送您的看法 您将有可能获得门窗木墙武军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刚才提到了有不少的看法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现实就是 我们也出台了一些指导意见 也搞了一些措施 但是感觉这个暴力的校园暴力 好像还是屡禁不绝 陈老师你觉得为什么很难 应该说它屡禁不绝的因素非常地多 比如说有来自社会的 有来自学校 也有来自家庭 也有来自比如说他的同伴 甚至包括他的个人 如果从社会方面来说 我们会发现 真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比如说从影视频道 从网络上的这种暴力的 或者说欺凌的这种现象太过多了 我们都没有像国外这样 比如说我对这个影片进行一下 几集的限制 让更多的孩子不要去接触 甚至我现在发现 连我们很多幼儿看的一些 卡通的动画片里边 都已经有了一些欺凌和暴力的影子 什么气洋洋什么都有 所以我们学生他是模仿力 是很强的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很容易去模仿这些暴力的行为 甚至一些乌言汇语 这是来自于社会的 比如说来自于学校 我们其实会发现 你无论是欺凌的还是被欺凌的 他的学业成绩都不会太好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原因呢 就是说他肯定在这个过程中 他有一些心理或者性格上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恰恰我们的学校呢 他因为还是过多地注重于应试教育 可能在这个德语呀 心理呀 法治上面有所欠缺 这些孩子呢 就会给他 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教育 那么从家庭上来说 我们会发现 就是说一般这个家庭动荡的 或者这个家庭本身就有暴力倾向的 那他的孩子很多都有这种 欺凌和暴力的倾向 那么另外呢 从这个孩子自身来看 本身呢 这个孩子他会出现攻击性很强 他呢对自己的自控力很差 缺乏同情心 同理心等等 这样的孩子更容易发生欺凌和暴力 所以说我们是觉得说 可能要从多方面的因素 就像我们刚刚张博士讲的 这是一个大的这个环境的 各方面的应该说统整 而不单单是从一个方面来看 有人说嘛 就是孩子的问题 如果你要是追溯下去的话 根子往往都是在成人身上 成人给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或者是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引导 尤其是给他灌输 或者是给他教育了一个 什么样的价值观判断 这个对于孩子有一个正确的 一个选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TVtone马上回来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永恒主题 我是粮食几乎全靠外购 粮食储备 政府职责 爱粮节粮 从我做起 九部门发文 向校园暴力亮剑 校园欺凌为何屡禁不绝 早期预警 事中处理和事后干预 如何落实 通报 约谈挂牌多万 一票宝决 是否有效 该不该加大惩戒力度 TVtone欢迎亮剑 九部门发文 能遏制校园欺凌吗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tone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 如何预防 甚至是杜绝校园的暴力现象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直播当中 随时发表您的看法 发到我们互动平台上 您将有可能获得 门窗牧墙武军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提到校园的欺凌和暴力 有人说 这次九部门下发的指导文件 感觉力度是增强了 加大了遏制 甚至是打击的力度 但是有人也觉得说 对这些未成年人 就是加大打击的力度 这里面是不是也应该 讲究一些策略 甚至是要讲究一些 弹性不要贸然地把 对承认的一些办法 拿过来对付他们 这个张老师你觉得呢 我也是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说这一次 他应该说 城市的力度 应该是相当大的 比如说 对于履校不改的 要把他的表现 放到他的综合数字里面 甚至把他转到 一些工读学校去 而且呢 把他进行收容教育 还进行行政和行事的处罚 都纳入进来了 这是一个 但是我们毕竟要看到 他毕竟是一个未成年 他的法治观念 他的理解的各方面 还处于这个 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所以我是观念就是 多管其下 既要加强这个思想教育 也要加强力度 各方面 软硬都要再进行 那个张老师的观点 我们作为老师 特别是一线的老师 应该说我们还是不赞成的 因为我们在老师中 做过调查 认为说 对于这些未成年人 要不要加大 城界的力度 我们的老师赞成的 达到了83% 说明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老师 现在对于我们 没有任何的 陈处的这种法度 心里面很不满 对 而且呢 只能去批评教育 已经是束手无策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就要来考虑了 就是说我们 无论是出台了 比如说一些通知 还是一些指导意见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 有效遏证呢 其实我是觉得 还是不够 最好要从法律层面上 来给他加以呢 就是把它制定下来 像法律要 对 比如说 但是思想局还是要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 在所有的欺凌当中 最多的是初中 初中阶段 特别是在初二 他是处于青春判例期 所以他跟他的生理 这方面有关系 所以加强青春期 这方面的教育 还是需要的 我觉得 这个观点我又反对 为什么我们国家 为什么会在十四岁 甚至往低龄方向发展 就是说小孩子的这种 这种欺凌和暴力事件 更加严重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 未成年人 这个法有关系 因为这个法里边呢 就规定 十四岁好像是个卡 十四岁以下 是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的 那我们这一次的指导意见 也没有把这个突破掉 那你没有突破掉以后 其实根源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不容易突破 对 涉及到修法了 但是对啊 而且还要 很多次我们的主观认为 可能要降低 我们听听这个金刚的看法 你觉得应该在 比方说在突破这个法律 负法律责任的这个年限限制上 比方说突破十四岁 这个这道坎 我们该不该走出 这个相应的一步呢 在法律上呢 一定需要这么一个 年龄的界限在那里划分 我们非常的理解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如果你只是从硬的 条条框框上去 管理一个人的话 这是非常的 不人性化的表现 所以法律的惩治 就是外部的道德 和法律的规范是必要的 但是从根源上 如果你不服于环境 对它的理解 对它的支持的话 那么这个人 是不能真正的 发展成一个人的 它会发展成一个 遵守社会规则的机器 而不能变成一个 活生生的有创造性的人 所以我们在心理学上认为 一个人的暴力 或者他的行为 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时候 往往要是代表了 他的这个失败的环境 它背后有一个 整体的家庭 或者社会的环境 共同地影响着这个人 所以最终这个人 被环境汹染坏了 你要他一个人承担责任 这看起来是 极为不公平的事情 这是我说的点 当然说就是说 对这种问题的解决 不能够说是法律万能 要强调的是人文精神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场外有很多朋友 发来的一些看法 一位说 老师被初中生打的都有 只能够是忍气吞声 还一位说 未成年人保护法必须修改 很多未成年人 以此为盾牌 肆无忌惮 胡作非为 以为处罚是不会太重 刚才这个陈老师一再强调 就很多人都觉得说 反正我也不负什么法律责任 还因为说纵容或者是忍让 一部分人也就是对另外一部分人的不公平 还因为说树立良好的风气 才是走向文明之道 把一些毒瘤去掉 应该可以遏制吧 就是还是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张老师 你觉得我们刚才看了那么多观点 说了那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我的观点还是要多管几下 是不是 那么他这一次只是从 陈楚的力度 更加具体这个角度来 是不是 那其他配套的措施 还要什么样 还要跟上去 这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还是要有抑制 就是我们的老师还有学校 比如说学校 很多老师 他都是应识教育 可能关注得比较多一点 那么对学生的一些 平时一些反应可能 比较不注意 比如说还有些家长 比如说有的孩子 会跟家长讲 我不想去学校的 那么家长可能就 没应急注意 是不是 他可能认为孩子是厌学 可能是厌学 那可能他在学校 受到欺贫 他不敢说 因为欺贫者 他是会怎么这样 你不要讲 你讲了我下次再什么 打得更凶 他不敢说 所以他只是说 我不想去学校 那这个时候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所以我认为 对于未成年 还是以教育为主 陈主为辅 那么我们要从 多管理下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指导条例的 应该说 它确实有它进步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还是有一些地方 是我们比较难操作的 比如像 我们这个地方 只是让你学校 比如说 我加大一些管理的力度 但是实际上 我们去看国外 他们对于这个 一旦你学校 发生了欺凌 或者暴力事件 他要求你学校 第一时间 必须要向这个公安部门 去报告 警方去报告 对 去报告 你学校实际上 这个时候就作为一个 就是说 你不能够再参与到 这个事件的处理之中去了 而我们恰恰是什么呢 你学校出现了 这个欺凌事件 又让你学校自己来处理 那这个过程中 公平性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 所以它国外 它更多的是怎么样 我成立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里边 可能有法律人士 有警察 有这个教师 也包括一些专业的人士呢 在这里边 他对这个小孩子 到底他这种行为 是不是欺凌的 或者说暴力的 还是说只是朋友之间的 小朋友之间的 打打闹闹 他会有一个严格的界定 在这个界定完之外 如果他发现 他确实是欺凌事件 而且旅家都改的时候 我可能就要 做他进入一个情绪 谢谢 谢谢